嘿你各位好 我是尹科基象 这应该是今年最棒的苹果发表会了 除了三个新品很棒以外 每个人都可以精神奕奕的看转播 错过的朋友 我们就用两分钟解决它吧 首先MacBook Air更新 原本以为这条产品先要结束了 没想到苹果让Air满血回归 看来释迦伯斯牛皮纸带神力发挥 大家最渴望的Retina Display一定都有 体积也比前款少了17% Touch ID指纹辨识当然成为标配 1.25公斤背起来也是相当舒适 CPU我们就不谈了 一定弱 但价格可不弱了 要卖到快4万 对照美国1199美元的定价 美国哪个周免税的代购站出来啊 接下来更可怕了 失踪人口Mac mini竟然回家了 Mac mini绝对是在台湾家喻户晓的产品 那个标错价的事件 每个贪小便宜的消费者肯定都有参加到 没有的话帮大家回想一下 这台便当盒可以配上你喜欢的荧幕 比iMac更便宜的价格 学校都喜欢采用 但各种零件都可以升级到最高 强大到64GB记忆体 2TB硬碟 Intel i7处理器 可谓吓得了厨房上得了的厅堂啊 这个厅堂可是Candy Crush 他们把8000台Mac mini串接起来用 吓到你了吧 25000元的Mac桌机 真的还蛮合理的选择 最后就是重头戏 iPad Pro啦 这一支iPad Pro真的是有感升级 萤幕升级成了全面屏 在原有体积下塞进了11寸的萤幕 13寸的版本则缩小了体积 苹果最强悍的脸部辨识技术 Face ID当来也跟进来了 触控笔 Apple Pencil也升级到第二代 除了可以牢牢的吸附在iPad旁边以外 终于可以直接无线充电了 那些年Apple Pencil猛搓 iPad屁屁的黑历史 终于都过去了啊 不只如此 iPad Pro带来一个巨大改变 传输接口改成了USB Type-C 经济上你不用再买贵贵的Lightning设备了 功能上你的iPad可以自由连接荧幕 硬碟以及各种标准接口的设备 还能帮iPhone充电 最重要的是 哲学上苹果可能不再自创规格 网页界通用标准迈进了 iPad Pro使用USB Type-C接口正宣示着 苹果从唯我独尊的科技皇帝 走向包容万物科技如来 为了这个宣示性的改变 11寸iPad Pro 26900 我买单了 开箱影片 我们下次见